西半部各沿海空旺地区还有离岛 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震风发生 提醒大家在这几天要特别留意雨风浪的情形 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面来看到目前云系发展的状况 可以看到今天台湾在这个位置 那今天由于是东北风逐步的在增强的过程 因此今天在云峰面北部东半部都是容易有下雨的天气 云量也比较多 而至于中部跟南部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那目前的话今年第20号台风从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台风目前是位在台湾南方大概800多公里的海面上 这个台风的话根据最新的预报路径 我们从预报路径上面可以看到 台湾在这个位置 今天早上8点台风是在台湾的东南方 也就是在菲律宾东方的近海 这个台风在今天晚上会逐渐的接近菲律宾的旅宋岛 并且在今晚到明天清晨通过旅宋岛上空 在明天的白天进入南海 目前的预报路径会持续的认为它会往西 通过南海朝海南岛的方向 南方的海域方向前进 因此整体的台风的路径 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以及台湾临近的海面 因此发布台风警报的机会是相当低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 因为这个台风我们再回到云图上面来看 这个台风它因为结构上是非常的宽广的 我们从刚刚看到的云图上面 其实可以看到整体的台风 虽然是在菲律宾的东方 但是外围的环流其实可以一直延伸到 巴士海峡到台湾东南方的海面 那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 在这个季节的台风 在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会带来比较偏向于 东南风的一个暖湿的空气所带来的位置 那相对的在北边 今天刚好又有东北风逐渐的在南下 因此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 在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环流 双重的位置交汇的这个区域 也就是在台湾以东海面 云系发展的话会越来越旺盛 由于到明天在台湾东方 我们预计水机会越来越多 云系发展也会越来越多 因此产生所谓的共伴效应 因此在明天将会是共伴效应条件最好的时候 所以在雨势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那我们先从雷达回波上面来 看到今天的降雨的部分 可以看到今天是吹东北风 所以目前主要降雨是集中在双北、宜兰以及花莲地区 那在台北市的山区目前湿余量已经来到20毫米 我们目前有针对部分地方发布大雨特报 台风外的环流目前还在比较南边的位置 以及今天也会逐渐的北上开始逐渐影响到台湾 所以今天整体的降雨趋势上 白天到晚间主要还是东北季风的降雨 所以在迎风面的双北以及宜兰还有基隆北海岸 雨势是比较明显 尤其是宜兰山区今天雨势会越来越大 到了晚间很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 明天刚刚提到的将会是天气最不稳定 也就是共伴效应条件最好的时候 除了在双北跟宜兰之外 包括花东恒春这边降雨会变得相当的明显 我们预计在双北以及在东半部恒春半岛 要留意有可能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 正从我们的预料的预告 台北台风虽然不会直扑台湾呢 一定要发布警报的机率也不高 但是要盛返明天尤其在共伴效应 北部跟东部可能会引发自在性的好大雨 需要特别注意